今后关闭闭表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而且可能预发有可能会关闭闭表 且关闭闭表之后可能不会再开放 尤其是通过前几年的经验来看 一旦闭表关闭 可能要等到下一个财年才能够开放闭表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醒申请人 如果可能会尽快提交 是把这个表格是更up to date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印度的币表出现排期倒退 可能也预示出有可能中国的EB类的币表 也可能会关闭或出现倒退的情况 尤其是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候 我认为EB3的币表 就是可能甚至会就是关闭或者是突然倒退 因为从币表的印度已经可以看出来 印度的币表已经出现了倒退 就是我觉得移民局是在随着他收不同的case 会在review他收了多少 然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已经收到了足够的case 包括像EB3还有这个二类来降级的 大家好 欢迎回到Dog6六哥的频道 在刚才的视频回顾里 包括我们2020年12月份的排期解析 以及我的Immigration Live的油管和zoom的直播 我都反复预期过 EB职业移民的币表很有可能出现排期倒退 或者不能按币表来file的情况 然后我们在最新一期的排期里边 看到确实币表已经停用了 那么我们今天Immigration Theory Topic 7的话题 就是对这份最新的2021年1月份排期的解读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首先还是关于我自己的一点背景介绍 这个在我第一期的视频里边 已经比较详细的讨论过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右上角我第一期的视频 来了解我详细的background 然后这里是一个discrimination 我们的视频仅供大家参考 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 自主把握你的case 这里有几个电报群 包括EB类的移民讨论群和485的电报群 大家可以根据兴趣加入 然后还有一个调查问卷 大家可以填写它来了解自己在排期中的位置 最后感谢大家能够评论点赞 转发订阅我的频道 对于已经订阅了的小伙伴们 我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 也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太啰嗦 还没有订阅过的同学们 希望你们能动动手指点一下订阅 这对我们频道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2021年1月份FB Family Base的排期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A表还是B表 相比于上个月的变化都非常的微小 或者是根本没有变化 那这其中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Travel Ban 以及这个Covid的情况仍然存在 所以说之前没有处理的case 在Family Base里面没有处理的case 仍然没有处理 于是整个排期的情况就跟之前几乎没有变化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排期的表格 无论是表A还是表B 也是都没有变化的 除了这个F3跟F4的极其微小的变化之外 别的都没有变化 那可能也就只有两点比较值得提及一下 第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F2A 也就是绿卡的Pail 以及未成年子女都是没有排期的 也有说如果是云有居民的Pail 那可以即刻交485 无需进行等待 另外一个是这个B表 是仍然是可以使用的 这也是因为现在的situation 相比于上个月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以及现在的Travel Ban 以及Covid的情况 以及疫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说它的排期没有变化 然后B表仍然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这是对于Family Base排期的一个情况 对于2021年EB Employment Base的排期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EB1相对于上个月 还是有比较大前进的 是前进了有半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来到了2019年下半年的9月份 EB2仍然是前进非常的缓慢 只是进了一个月 然后现在到了2016年的6月份 EB3情况好一点 但也只是缓步前进 现在是来到了2017年的12月份 也就是说2017年的这个PD还没有走完 那我也注意到对于EB5投资移民 它这个出现了占无排期的这个情况 也是被这个红色highlight出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赞无排期 应该是跟无需排期是两个概念 可能就是它的排期信息是unvariable的 我没有具体去查这个情况 因为可能我们观众里边EB5的情况还比较少一些 然后如果有观众知道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以告知大家 我们看完A表之后 然后就是B表 B表整体上其实跟上个月没有任何的区别变化 但是最大的变化就是B表暂停使用 也就是说对于1月份要交485 那就只能通过表A final action data来file485了 比方说举一个例子 对于EB1来说 之前按照B表 可以到2020年10月份都是可以交485的 也就是说这几乎是一个current的情况 对于EB1来说 那么到了2021年1月份之后 只能按照A表来交485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相对于上个月可以按B表来提交 是截止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么也是一个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情况 比方说对于EB12019年下半年的小伙伴 那么他看到EB1的A表 已经前进到对于他的PD已经current的情况 他可能会比较开心 当然我会在之后提及到 这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可能对于2020年PD的EB1的申请人 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相比于上个月 485的关闭提早了一年多的时间 同样的对于EB3的申请人也是这样子 之前EB3在2018年上半年的申请人都是可以提交485的 那么进入到2021年1月份之后 就只能20到2017年底之前的PD来提交485了 接下来我也会从各方面详细来看B表关闭 对于EB各类排气的影响 我们都已经看到职业移民的B表 在接下来1月已经暂停使用了 这也是我之前在多期视频里面反复提及到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也预示着之前三个月 10月11月12月的485开达放水已经结束了 那么整体而言对于这个财年 F221从经验上来看B表再次开放的概率非常小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提交485要以A表为准 但是B表关闭 对于之前三个月已经提交485进门的申请人 其实是利好消息 这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是因为移民局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处理 已经接收了485 而不是会有新的485的package来源源不断的涌入 对于EB1的排气 我认为已经基本到位 虽然说仍有前进的可能 或者说是前进一段时间或者再倒退 或者倒退到现在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整体上 对于EB1的排气来说 能够来到2019年的中段或者下段 在名额上来说 我认为已经基本到位的 这也是之前说到过了 移民局收到485的包裹 到他们能够统计出来交表的数量 是有一定延迟的 那我也要提醒EB1申请人注意的是 排气前进到某一个PD 无论是A表还是B表 与现实中拿卡人的PD 这其实是两码式 也就是说EB1的申请人 你在预期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到身份的时候 你要看现在拿到身份的人 他的PD是多少 或者说 无论排气前进到什么时候 是A表的2019年的下半年 还是说B表之前甚至是current的情况 现在拿卡人的PD 其实只是到了2018年的3月份 或者2018年的2月份 甚至更早 所以说他排气虽然说前进的非常aggressive 但是并不能代表他发卡一定能发到那个时候 甚至我认为到这个财年结束的时候 移民局能把2018年的EB1的PD清空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那为什么说EB1本财年名额比较充裕 然后前进快速 与这个发卡的迟缓并不矛盾呢 这要从以下几个原因来看 首先是EB1在前两年 2018年2019年的时候 其实前进非常缓慢 然后到今年的时候 突然开闸放水 放进来很多人 那么在效果上看起来就非常像前两年 根本没有动 然后在今年突然间放进来很多人一样 所以说EB1的可预计性并不好 它如果能像EB3有比较好的线性一样 前两年也缓步前进 然后今年呢也没有这样一个突然几个月 大幅排气越近的情况 可能收进来的人是一样的 但是就在效果上不会像现在一样 感觉突然间多排了很多人 其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 在今年有很多family base的名额 给了EB类的申请人 给了EB类申请人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EB1是有较大优先度的 它会先把一定的名额分给EB1之后 然后再分发给EB2和EB3 所以说这方面也是让EB1拿到了比较多名额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2018年下半年开始 EB1的难度大幅提升 而且大家看到从2019年开始EB1前进非常缓慢 导致在那个时候的申请人办理EB1的意愿降低 所以说在2018年末2019年的EB1本身申请人数量就有所下降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B1本财年名额显得比较充裕 然后排期前进幅度比较大的现象 然后这几点现象造成的名额充裕 排期前进迅速与发卡持缓是并不矛盾的 这也是之前提到的 发卡速度与移民局的处理能力有关 从10月放水以来 移民局积累了大量的case 导致现在recept收据的分发 到指纹的安排 到随后不知道面试会不会取消 有很多各方面流程 以及这个背景调查background check的推动速度都非常的缓慢 这都会在很多程度上影响到发卡的时间 于是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名额充裕与发卡持缓并矛盾的 因为发卡的时间是受usas处理能力所限的 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币表关闭 那么对于已经交了485的申请人 其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也就是说移民局可以更好的focus到已经交了485的申请人身上 然后我们来看eb2 eb2已经连续几个月推进非常缓慢 而且现在币表也已经关了 那接下来eb2会怎么走呢 我倾向于首先看造成现在eb2缓慢的原因 那包括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海量的2016年到2018年 这些交了eb2的申请人 因为当时就业形势比较良好 有很多的计算机以及科技行业的申请人就业 导致那个时候积累了海量的eb2申请人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eb210年排期论这样的说法 再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到之前也提到过的一个原因 就是移民局对于排期统计的一个滞后性 如何理解呢 虽然说我们已经看到eb2已经连续很长时间排期没有前进 或者说eb2分到了一部分family base的名额 但是在移民局的统计上来看 他们仍然意识到eb2有非常多的申请人在 所以说因为统计的迟滞性 他们要观察一段时间 或者说再多等几个月 才有可能看到eb2的前进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原因 也就是刚才说的eb1的申请难度 在2018年前后有大幅的提升 然后那个时候eb2其实跟eb1的排期非常接近 导致当时有很多的申请人纷纷改办NIW 所以那个时候产生了high demanding的NIW的数量 而NIW又不能降级 所以造成了整个eb2在那段时间排期前进非常缓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eb2在这个月排期还是小有前进的 尤其是在之后 如果有可能移民局能够意识到现在eb2的名额 可能能够meet到现在backlog的一些情况 那它可能会能够让eb2再稍微推进一点 对于eb3因为其比较良好的线性度以及可预线性 我认为eb3之后仍然会缓步稳健前进 然后eb3在本财年甚至随后较长的一段时间 我认为都会保持着对于eb2有着一年半到一年的领先优势 所以说降级了的同学们 我觉得大概率是会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那么对比eb3的排期 eb1的可以预见性差是可见一般的 因为我刚才也谈到了eb1在2018-2019年排期迟滞不前 而今年新参年则大幅开闸放水 这其实是对申请人非常不友好的一种现象 比如对于2018年初的申请人 他没有办法先提交485 然后在门内等待身份的同时来处理一项指纹面试这些事项 更没有拿到像EAD AP这些提交485之后的benefits 那么对于2019年的eb1申请人 原本他们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提交 但是因为过去三个月有大批的485涌入 导致了现在移民局的效率低下 处理他们的case也变得非常缓慢 所以说eb1的这种排期可预见性之差 导致了双数甚至是三数的这样一种局面 好的 我们今天对于2021年1月份的排期的解读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看了币表关闭对于eb1eb2eb3的排期影响 以至之后各类别的走势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其他的immigration的问题 或者有任何话题要讨论的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 也请大家转发评论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本期我们有一个彩蛋的问题 就是开头这一段的background music 是来自哪一部的柯南剧场版呢 如果有知道的同学 欢迎你来下面留言 最后祝所有的观众圣诞新年双节愉快 所有大家能在新的一年里 在绿卡移民的道路上顺顺利利 大家可以通过instagram和微信联系到我 也欢迎加我到各个eb类的移民微信群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